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诚意 他这次的圈粉角色是李莲花和李湘怡 虽然是两个角色 不过却是同一人 一个是受伤前一期风发的四顾门门主 一个是经历种种沉稳内敛的江湖游依 两个身份的性格天差地别 不过诚意确实诠释得很到位 他的演技真的很好 无论是打戏还是做一个嘴毒心软的美男子都很好 二 温维 他自从长相思播出以后 他的热度便节节拍升 基本上每天可以看到不同的热搜 但都是与他有关的 或是角色 或是他本人 他的夜时期最吸粉 涂山景刺之 因为夜时期无需考虑太多 只要守住女主就行 涂山景需要考虑亲情 要在亲情和爱情之间做出选择 三 谭剑刺 他同样也是凭借长相思圈粉 他的角色向流属于一眼惊艳的类型 从颜值这一块来说 谭剑刺的扮相真是太让人心动了 还有他的演技 也确实是相当不错 不过他这个角色 有一点设定挺让人不满 那就是他老是奔住为女主考虑 却处处隐瞒 实际上 这也是一种伤害 四 张婉逸 他又是出自长相思里的角色 他作为长相思的男主 人设相较于涂山景和向流 应该是最不讨喜的一个吧 他的野心很大 他想要一桶 但这是靠住不断取情实现的 他是爱女主的 可是他的爱太分散 他是一个好的帝王 却不可能完完整整爱一个人 五 曾顺兮 他也终于进入了前五名 不过他凭借的是莲花楼 他饰演的方多 并也算是绅士比较特殊 他是该剧最大反派的亲生儿子 在大势大飞面前 他选择了大义 他对于李莲花是一种什么情感呢 或许有兄弟之情 也有师徒之情吧 他热血又充满正义感 随时随地在保护和担心李莲花 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 你们最喜欢哪一位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